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安田文雄将会在9月份下台 他并且宣布放弃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 在中东战事扩大威胁之下 美国批准对以色列出售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伊朗可能即将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拜登政府说正密切专注缓和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柏特尔说他不想猜测伊朗政权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但他要说的就是正如国务卿所说 任何报复都不会为任何人带来好处 详细留意一会儿的新闻报道 其他新闻包括乌克兰说 暴依长期保留俄罗斯的富尔斯克地区 在时事经维环节中 我们会报道流亡港人在电视节目上 要求邓小平的前翻译批评习近平 但他未有正义面回应反而出现尴尬场面 以色列容欢迎收听 不过以下请听张福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8月14号出人意料地宣布 他将不会参加9月份举行的自民党党魁选举 为日本新首相的产生铺平道路 同时岸田文雄9月也将卸下他被受物价高涨和政治丑闻困扰的三年首相任期 岸田文雄星期三在东京记者会上宣布不再竞选自民党 总裁时表示 在这次总裁选举中 我们有必要向民众展示自民党 正在改变 这个党是一个新的自民党 最简单以董地体现 自民党改变的第一步就是 我本人退出 我不会参加党总裁选举 岸田文雄说 我现在将会以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 集中精力支持新当选的自民党领导陈 岸田指出 并没有公众信任 政治就无法正常运作 重要的是 要实意能够获得国民共鸣的政治 他呼吁有抱负的自民党议员参与党魁竞选 并积极进行政策辩论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8月13日宣布 已经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00亿美元的武器 其中包括50架战机 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和军用车辆等 当局预计在2029年开始交付F-15战机 这批军售宣布置制中东地区 紧张升高 以色列正准备应对伊朗及其民 有可能即将发动的报复性攻击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美国警告 伊朗最快这个星期发动一系列攻击 法国、德国和英国都呼吁伊朗保持克制 但遭到拒绝 美国国会已经被通知这些即将进行的交易 其中50架F-15战机占了最大的份额 另外包括用于现有F-15战机的更新套件 AIM-120C-8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价值7.7千万美元的120毫米坦克弹药 价值约6千万美元的高爆逼击炮 重型战术车辆及相关设备 然而这些武器预计不会很快抵达以色列 合同的完成需要几年时间 针对伊朗可能即将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美国国务院与国防暴发言人 星期二分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正密切专注于透过外交手段 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并重新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坚定如铁 该地区的每个人都应该明白 进一步的攻击只会使用冲突 不稳定和不安全地持续下去 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说 我不想猜测伊朗政权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但我要说的是正如 国务卿布林肯反复说过的这样 任何报复都不会为任何人带来好处 我们一直在跟盟友和合作伙伴 进行密集的外交活动 他们帮助我们向该地区传达一个信息 包括透过多种方式 直接向伊朗传达这个信息 同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重新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五角大楼发言人 帕特莱德少将是这样说的 国防部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 正如你听到奥斯丁部长所说的 美国仍然高度专注于 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同时亦都专注确保停火 为人质协议的一部分 户克兰星期二8月13日表示 无意长期保留乌军在俄罗斯 赴以斯克地区占领的领土 但这次行动可能会加大莫斯科 向乌东前线争调军队的难度 与俄罗斯不同 户克兰不需要别人的财产 户克兰外交部发言人 格奥尔基提克希 在基赴对记者是这样说的 户克兰无意夺取 赴以斯克地区的领土 但我们希望保护我们人民的生命 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 马丽亚特雷沙拉扎罗 星期二8月13日表示 菲律宾与中国 就避免在南中国海 第二托马斯潜滩 中国称为人外交发生冲突的 临时性协议可能将会被重新评估 拉扎罗星期二表示 与中国达成的量解 仅适用于第二托马斯潜滩 不会损害菲律宾 在南中国海的立场 如果有需要可以重新评估 与中国就该潜滩达成的 临时协议 这一项对临时协议的检讨将会进行 距离时间 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拉扎罗在菲律宾国会 听证会期间对路透社是这样的 一名曾经担任中国海军艇长的 中国籍阮姓男子 因为非法驾驶快艇进入台湾 北部淡水河流域被捕 星期三8月14日正式被起诉 不过台湾检察官在调查后认定 它的偷渡行为 没有涉及其他军事或国安等犯罪 阮姓男子今年6月9日 驾驶一艘9公尺长的快艇 从中国福建航行250公里 直驱台北港口移入 引发台湾海防前线失守的高度境界 淡水河是台湾北部一条主要的河流 由于直通台北市中心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根据台湾海巡柱的信息 过去一年有18名中国人偷渡来台 除了这件案件 和在台湾苗栗发现的一案 其余案例都发生在鄰近中国海岸 台湾管轄的尼岛 南韩首尔市政府相关部门 星期三8月14日表示 全球最受欢迎网上购物公司销售的 女性配件当中含有的有毒物质 有时比可接受水平高出几百倍 最近一次抽检的结果显示 中国三大跨境电商平台 全球速卖通 Ali Express Tamu 锡英锡英销售销售的11款产品 被检验出有毒物质含量超标 首尔市健康环境研究院 与三间外部专业机构 于7月12日到8月9日 对透过锡英 全球速賣通、AliExpress和Tamu等 三大網上購物平台入境的產品進行了品質安全檢查 共有144項海淘海外直購產品接受抽檢 中國官媒英文的《中國日報》星期三8月14日報道 中國在殯葬業發現了廣泛的腐敗問題 包括殯葬用品回購、設備採購、 開納、虛假、火化症和佔用墓地等 涉及到很多殯儀館管理人員和殯儀館管理部門的官員 《中國日報》的報導稱 年初至今、岸費、廣東、吉林、江西、四川、遼寧、江蘇、 雲南等多個省份的地市紀委監委 均發布了涉及到殯儀館、殯葬管理所 相關人員被查的消息 報導指出,調查開始以來 已經出現了幾十宗的案件 很多殯葬公司和相關機構的員工 都有違規的行為 就在上星期,害人聽聞的屍體盜賣醜聞 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廣泛的關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驚慰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任敬陽 歡迎收看《美國之音》的月月廣播 我們使用的廣播頻率 是短波7、4、8、0、千、黑、40米 《美國之音》中文暴雨中網站 網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Facebook臉書網站的專頁名稱 是美國之音月月網 在YouTube的頻道名稱 是VOA美國之音月語 在X也即是前清推特 以及Instagram的帳戶名稱 就是VOA Cantonese 各位聽眾,現在也可以在Podcast網站 收聽美國之音月語節目 我們的長編節目見國史話 美國透視和海外港人 已經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網站 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 再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 請你在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 見國史話、美國透視和海外港人 就可以找到有關的節目 如果你無法登陸我們的網站 你們也可以使用 塞豐應用程式3,安全登陸任何被封殺的網站 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的塞豐應用程式的話 請你發送電子右鍵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 3 1.COM 你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 並且安裝到電腦或任何移動設備 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 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 在這次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我們會分析 特朗普和共和黨同僚 在外交政策上的差異 可能會使到他獲選之後的 第二個總統任期變得更加複雜 我們也會報導 北京重啟倫敦超級事件的計劃 和英國共黨政府面臨對華政策的新考驗 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 流亡港人在英國的電視節目上要求 鄧小平的前翻譯批評習近平 他在節目上並未有正面回應 反而陷入尷尬的狀態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 曾經擔任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英文翻譯 現在是中國全球化智庫的副主任高志凱 在英國出席半島電視台的一個節目時 被流亡港人擴縱情在當眾提出問題 要求他行使言論自由去批評中國 高志凱當時並沒有正面回答 有關的片段事後在網上封存 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在半島電視台的節目裡面 高志凱說中國有言論自由 說可以批評政府只要是正面的 以及有建設性的建議 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高級分析員 曠頌重情在場提問時說 因為高志凱聲稱中國有言論自由 因此希望他指出 習近平在過往五年最嚴重的錯誤 甚至只是說習近平長得有點像小熊為利 高志凱沒有正面回應 只是說中國需要迅速應對人口老化 和人口減少問題 主持人赫山問他 是否認為習近平應該負上責任 高志凱就說 整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迅速回應 赫山就說 高志凱不會回應抗衆程的要求 抗衆程對美國之音旨 在6月底收到半島電視台邀請上節目 對方說有機會發問 於是登記參加 當時已經有準備好的 有想過到底問些甚麼問題就最有用 如果問一些 譬如你覺得香港是否沒有了一個男生 他一定是重複那條派對 其實不會有甚麼有趣的東西聽到 其實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引他鬼拍後 後面就不說一些他不應該說 但其實暴露到中國現實上是甚麼情況的東西 鄺仲晴說 見到外界回應他的片段 都似乎認為 片段證明了中國沒有言論自由 我覺得某程度上都做到我想要的效果 因為他沒有辦法直接答 他沒有辦法說習近平做得不對的兩樣東西 就是A policy和B policy 他一定要鬥勸 他一定要說一些 其實不是習近平的責任的東西 去嘗試去躲避這個問題 鄺仲晴說 高智凱在節目上 最鬼拍後尾枕的片段 是他說他認識中國前外交部長長江多年 被主持人問到長江在哪裡的時候 他的回應是 長江在中國的某處 你永遠不會再見到他 我想這下對我來說是 他全晚最誠實的答案 他說主持人不斷追問關於長江的問題 問到起初長江被指是因為健康原因消失 為什麼其後變成貪腐問題 這個或者令高智凱不耐煩一時失言 英語流利的高智凱 經常在國際新聞媒體節目上發言 為中國官方立場辯護 鄺仲晴說 傳媒被高智凱發言有好有壞 一方面的確是給他為中共背書 另外一方面是給學者 中共受害者 或者其家屬發問 他們有一個機會去直接問他問題 去暴露他的一些醜態 其實都不是一件壞事 但我覺得 還有就是今次半老電視台這個節目 他其實不是一個洗白的機會 他真的將一個中共的校試 就是坐下了 然後他就用很多方法去不停 去確認他的一些說法 令到他如果他本身是沒有理據的話 其實他是站不住的 如果中國真的有人權 他就不至於被人笑到這樣 或者中國真的有言論之後 他可以大大方方這樣回答我的問題 在節目上 維吾爾律師 熱伊漢·艾瑟提 莫邀與高智凱正面討論 而伊漢指出 他的弟弟艾克拜爾·艾瑟提 曾經獲中國官方媒體 只是科技界明日之星 但其後消失多年至今 要求高智凱解釋 去年美國駐華大使 英國駐華大使館 以及加拿大駐聯合國大使 都敦出中國政府釋放艾克拜爾 高智凱就反問 中國有大約20個穆斯林族群 而伊漢需要問的是 為何極端主義 主要是在維吾爾族群裡存在 因為他們想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來 而他們受美國中央情報局 和其他西方組織支持 西藏流亡政府駐倫敦代表索朗次人 也有在節目上提問 指西藏在中國治下74年 仍然被嚴密控制 究竟中國在怕什麼 高智凱就說 西藏在元朝甚至之前 已經是中國領土 高智凱說 我可以保證 在你和我的餘生 西藏都永遠會是中國領土 美國之音已經向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查詢 要求對高智凱在節目上的言論發表評論 但到截告之前未獲回覆 美國之音大約記者鄭樂哲 倫敦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看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隨著上個月英國工黨在大選當中獲勝 中國政府就重新提交他們在倫敦建設所謂的超級事館的計劃 這個決定正在考驗新的工黨政府處理對華關係的策略 也之前這項提案曾經在2022年被倫敦的塔克雷武區住房計劃委員會駁回 但中國方面當時未能及時提出上訴 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黎白安在倫敦的報導 根據重新提交的計劃 這座超級大使館將會建在倫敦塔附近的皇家駐閉局舊址 總面積約為62萬平方英斜 規模是中國在倫敦現有大使館的10倍 這個項目不單包括大使館辦公大樓 還包括225套住宅和一個文化交流中心 自2018年中國以2.55億英鎊購買這片土地以來 該計劃就面臨來自議會議員和當地居民的持續反對 正義的焦點是安全問題 特別是周邊對抗議活動可能因此而大大增加 塔克姆雷特區委員會發言人向美國之音確認 新規劃及建築許可申請已經提交 委員會正在對它進行審查 並已經啟動公開諮詢程序 發言人補充到 我們正在審診評估這個提案 並將會在適當時召開討論會議 但目前尚未確定具體的日期 政客和活動人士都認為 中國選擇在這個時刻重新提交計劃 是試探英國新政府對華政策的底線 前保守黨領袖史密斯議員認為 工黨可能不會像保守黨那麼強硬去對待中國的威脅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是這樣說的 他說工黨政府對中國的態度變得矛盾 似乎對中國構成的威脅不感到興趣 所以中方認為他們可以依賴工黨得到項目的批准 隨著工黨政府上台 英國和中國的關係正在經歷重新審視的過程 英國外長拉米表示 政府將會對英國與中國的關係進行全面審查 來確保在應對全球威脅的同時 亦能與中國在共同利益領域展開合作 前筆約秘書長 英國政府的戰略防禦評估負責人 喬治羅伯信分爵警告說 中國是對英國構成致命威脅的國家之一 英國政府的戰略防禦評估審查計劃 預計在2025年上半年發表報告 將會幫助確定英國未來十年的國防政策 這次中國的超級大使館計劃的重新申請模擬 將會成為這個審查過程和政策轉向中的一項考驗 哈姆雷特區議會是由工黨佔多數的 根據每日電訊報的報導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代表 在提交給該區議會的文件中表示 2022年的拒絕決定毫無依據 並敦促有關官員重新去考慮該計劃 東亞和東南亞人支持工黨的媒體發言人 李瑞克表示對這個計劃反對 他對美國之音說 可毫不懷疑工黨會將此列為風險 並不斷進行評估 在工黨政府的領導下 中共沒有回旋的餘地 工黨一直明確支持香港人和維吾爾人 以及所有試圖追究中共侵犯人權責任的人 2022年支持民主的抗議者 在中國駐曼茄斯特領事館外 遭到從大樓內衝出來的外交官毆打 此外 中國對異見者的跨國鎮壓行為 也讓反對超級大使館的項目 提出該建築可能成為秘密警察站的擔憂 李瑞克說 在中國大使館外已經發生了很多人權抗議活動 新大使館試圖建立一個巨大的堡壘 他僅倫巨大交通要道 似乎是為了阻止那些理所當然地想要追究中共責任的抗議者 塔哈姆雷特區委員會的高級通訊官員 埃爾沙巴克斯頓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他說 我們2022年拒絕這個提案的主要原因 是出於安全和歷史遺產保護的考慮 皇家住閉局舊只位於主要道路旁 這裡的交通樞樓非常繁忙 這些都增加了潛在對抗議活動的安全風險 他再一步補充說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附近的建築物 我們必須非常謹慎確保不會對歷史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 事務司議員也都對歷史遺產保護表達強烈的擔憂 它說 讓歷史為止變成中國領土尤其是在中國政府控制下 這簡直是令人沒辦法去接受 我們不能夠允許這樣一塊有著重要歷史價值的地標 輕易被轉為另一個國家的領土 在皇家住閉局附近生活和工作的當地居民都對這個計劃的態度不一 超級市場員工梅麗沙坦然 他不是太過駭意變成中國大使館 或許還能夠看到更多中國商品進駐這裡 他認為這個可能會帶來一些積極的商業機會 住在附近的大夫持相對中立觀點 他認為這棟建築物已經空置很久的時間 我不認為它被用作大使館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也不覺得有太大安全風險 畢竟這只是一個大使館 然而另一位居民德尼莎則表達而慮 我真的很擔心 如果這塊有著深厚歷史背景的土地被中國買了 他們會允許我們在中國做同樣的事嗎? 中國會允許我們購買一塊有歷史價值的地 並將它作為我們的領土嗎? 美國之音向中國大使館發出 《關於超級大使館評論請求》 直至到截稿時間尚未得到回覆 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 詳情請參與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 網址是VOACantones.com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最新的發展 就要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美國透視 大家除了在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頁收聽之外 節目還安排在YouTube和Spotify播放 歡迎大家收聽 我們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美國國會共和黨人在很多重要的外交政策問題上 和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密切保持一致 包括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 但是國會議員在中國、關稅政策 和對烏克蘭的援助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 如果特朗普當選下屆美國總統的話 這個情況有可能會使到他的第二個任期變得更加複雜 下面是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吉普森的報道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上個月會見了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胡 特朗普說沒有哪位總統做過他為以色列所做的事情 他們一直保持著非常好的關係 特朗普此前曾經批評萊塔利亞胡的安全失誤 他聲稱這些失誤導致了10月7日的哈馬斯襲擊 不可預測性是特朗普在任期間外交政策一個特徵 分析家對美國之音說 共和黨的2024年外交政策綱反映了這一點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研究員塔利斯·塔特爾說 他說沒有太多具體的細節 這個讓他能夠以他認為當前合適的方式制定政策 而不是在在任期開始的時候就鎖定在政策當中 特朗普的共和黨同僚聲稱 社媒應用程式TikTok 由中華政府控制可用於獲取用戶的資訊 並且影響政治觀念 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說 他說他不希望中國共產黨獲得美國公民的個人數據 也不希望他們擁有能夠對美國公眾進行宣傳的演算法 但是特朗普今年改變了封鎖TikTok的立場 特朗普說他們要拯救TikTok 他們想摧毀TikTok 所以TikTok上的所有人都投票給特朗普 特朗普也批評北約 聲稱成員國沒有為共同防禦支付公平的份額 他的競選搭檔 副總統候選人曼斯對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援助資金的批評更為嚴格 曼斯說烏克蘭軍隊在戰場上的確有勇氣 但他們也擁有歐洲最腐敗的領導層和政府 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腐敗的領導層 這個兩者他們不能夠混為一談 這個與參議院當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的觀點截然相反 麥康奈爾認為對烏克蘭的援助對於捍衛歐洲民主自關重要 說美國是否會以壓倒性的軍力應對侵略 或者是否會是百分百支持我們的盟友 這個都已經不再是定論 分析人士說特朗普一旦再次當選就提高關稅 可能會引發與共和黨議員的最大衝突 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前美國駐外大使郭登格雷說 這顯示了共和黨自從2016年以來的轉變 因為共和黨歷來都是自由貿易主義者 特朗普承諾如果再次當選 將對中國至少徵收百分之六十的關稅 並且對其他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百分之十的關稅 以上美國之音記者凱薩林吉普森在華盛頓報道 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 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我們在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 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我們在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既然 spider女士 既然有矛盞 既然有用家輝策 事兵了 詞胡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